玛瑙最奇怪的表现就是外表看着很多烈 然后切开里面 它有时候不一定有烈 就好比这一块 从外表来看 简直就是蜘蛛丸 这个石头已经给它切了一片下来 里面的惊喜还是有哦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没什么瞬间啊 哇塞 它这个切开里面 它有一点像那个飘花的感觉啊 它有那个花瓣 其实它里面这个花瓣 是一些烈形成 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 它演变回来 它里面有些矿物的侵蚀吧 它就会出现这个颜色 因为很明显啊 像这些你看 它都没有愈化回来 它还是那些烈的表现啊 你看这一条烈 然后你看它就是这个花瓣 然后这一条也是 你看它是合不了在一起的 证明它是小烈 然后你看里面 它就是这个花瓣 它这些小小的也是 它有些它就已经愈化回来了 它没有裂的啊 比方说这个花瓣 它也是有颜色的啊 然后你看这个反光面 它这个就是合在一起的 它这个没有裂开 如果裂开的话 你这样子一看 它是挨不了一起的 玩锡头 它的基石还是非常多的 主要是你没有去了解的话 你可能就不知道 锡头还是很冰透啊 打个灯 感受一下透光啊 然后这个透光非常的大的 好 如果你也喜欢锡头的话 请关注小哥了 每天也能分享美食啊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